碧藍色大海 快艇在海中央行駛 國旅拼正星現在航港局搭配五倍券 針對藍色公路的跳島行程推出優惠 其中還有遊艇的套裝旅行 我們小琉球的旅客是越來越多 那每年登島人數都超過120萬以上 遊艇業者跟那個帆船業者 他們也都有陸續進駐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他們都有搭配民宿業者 他都是有組合成所謂的套裝行程 不只交通船滿載 現在不少金字塔的頂端族群 更因為疫情偏好開私人遊艇出遊 十年間的遊艇數量 暴增十六倍到一千一百三十五艘 也有不少買家 求救朋友一起買遊艇 因為現在的共有制度 是允許最多十個人共同擁有 遊艇有開始在成長 不管是豪華的還是中型的 甚至於入門的遊艇都有在成長 一個人你去買一艘遊艇的話 你的駕動率會比較低 然後現在已經通過 可以共同持有 所以共同持有大家的使用率提高 只是私人遊艇興盛也衍生出問題 之前就曾有台灣人集資 購買馬來西亞遊艇 卻因為檢疫問題卡關 建議民眾若想要入手 還是先搞清楚法規才不會 勿踩紅線 8新聞須要主張 凱毅台北財寶島